就剩一個太陽 不萬一另外一個太陽不肯下山 變月亮 然後也沒有後裔 這個很現實 到時候你就是民調做的 吃那麼高 三年老公也會豬 沒辦法就沒辦法 共同團起來才贏 國民黨不是這樣壞 國民黨有龐大的黨產 他會用這個黨產去維護他 鞏固他的政權 所以要贏還是很辛苦 好 我們來看這個朱立倫 這是2010年天下雜誌 天下雜誌所做的民調 2010年的時候 朱立倫的施政滿意度是排第19名 排第19名 對不起 2010年他是25名 到了2011年是第19名 是有一點點進步 2010有以都動算 2010都要動算 對 都動算 好 那麼 那個不能算他的政績 對 應該算前一任 應該算前一任 那麼到了2012年的時候 2012年 朱立倫已經跳到第19名 到2013年第13名 所以他是這樣 他是往前跳 他不是 但是老實說 雖然往前跳 還是中班而已 沒有像你們大家說的 說那裡好 他到底好在哪裡 沒有 我跟你說 他其實桃園縣長的後半部 後半幾年政績就不好 因為他桃園縣剛當縣長的時候 他的排名 滿意度排名是很高的 可是快要卸任桃園縣長的時候 他民調就往下掉了 到新北市以後 民調一直都 滿意度都一直拉不起來 可是朱立倫這個人 個人的形象塑造是很好的 就是說他第一個 他用的人 我們就有接觸一些人 比如說陳生賢 也是大家過去8年來 水利署的認識 大家有認識他 因為他民調執政時代的人 他就是為了所謂矽紙線 跟台北市共構的一個監獄線 他就憤而就說 因為你台北市一直都喬不好 所以他覺得新北市要自己弄 所以他就去義大利參觀等等 他就自己做一些自己的規劃 然後包括侯友宜 侯友宜幫他處理很多事情 他另外一個副市長是 府會的 府會的關係非常好 朱立倫本身他非常的會 我們講難聽 講實在一點就是作秀 我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說他要去探望一個 就是老人家 他會先說這裡 因為他又通知媒體沒有錯 可是當媒體一起湧進去的時候 那個情況又很不一樣了 但是他會 因為你媒體湧進去的時候 就會把人家擠得亂七八糟 然後就被拜訪 一定會覺得說 你是來作秀的 你很沒有誠意 可是朱立倫會做什麼事 他會做兩遍 第一次先進去 我單獨先給你拜訪 然後我就是單獨的跟你談 然後就是把該送的獎金什麼什麼的 都跟你先談好 就問一次 第二次再上去的時候 他再帶媒體上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這個事情 你可以跟他幕僚談 這個市長要求到一個會場裡頭 他的東西要非常的周到 所以這就是說 他有心在準備這個選舉的時候 他就會用這些東西去 去彌補他的政治上的形象 他當然講說新北市 新北市當然情況比較複雜 然後很多 台北現在很多很難處理的東西 他要需要時間去彌補 可是他有慢慢 就是像你講的 他慢慢在進步中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個人的形象塑造得很好 尤其他用人方面 他可以藍綠的人都用 當然這也就是中央對他有忌憚的原因 馬英九 對 馬英九就是說 譬如說他不選連任新北市的 但是他屬於的人選是侯友宜 因為他覺得侯友宜可以接 接他的新北市的人 他可以鞏固新北市的地盤 可是黨中央不希望侯友宜 去接他的盤 所以就放消 你意思是說新北市長 如果朱立倫不選 朱立倫要交給侯友宜 但是馬英九不打算 把他交給侯友宜 對 因為他們覺得侯友宜 是有綠色的色彩 所以黨中央就放話說 讓侯友宜去選嘉義縣 他去臥底的 他去臥底的 那問題是你當場問侯友宜 侯友宜會告訴你說 莊孝偉 對 嘉義縣的時候 當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已經叫他去選過嘉義縣了 那時候是穩贏的 對 他都沒去的 你在民進黨時代 他一定是穩贏的 他一定是穩贏的 所以他們對黨中央現在就是 包括朱立倫的態度 就是你所謂的兩面光 其實就是競爭又合作 因為馬英九現在有個底 他現在想栽培江一化 可是他也有最壞的打算 如果江一化沒有栽培起來的時候 他已經默許朱立倫可以在 因為2014卸任之後 到2016只有一年準備的時間 他也不想把這個關係打壞 所以他們之間 基本上你去跟他們談 大概有一個基本上的默契 但是對於要不要去做行政院長 跟內閣的東西 新北市的團隊講一句話 他說你看看所有的行政院長 做過行政院長的當上總統的人 有沒有一個 沒有 一個 對 做總統的沒有一個 是做鄉政議長 對 但是做台北上的 你剛剛講吳敦義會很傷心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江一化也很傷心 對 所以他的假想敵是誰 就是很清楚 所以他的動向是怎麼樣 他的打算是怎麼樣也很清楚 他們也有道理 連戰也做過行政院長 也是沒有當上總統的 沒有錯 所以他們觀察很仔細 而且他們也透露就是說 其實2012年就前後 其實維基解密上面 馬跟朱是很好的 所以中間有個立委就開玩笑說 他也不曉得為什麼 馬英哲就突然不喜歡了朱立倫 然後又突然不喜歡了朱立倫 他搞不清楚 但是2012的時候 他們有談過一些計畫 但是朱立倫認為說 這已經 局勢已經變了 不可能按照以前那樣子走了 是 好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回來討論 所以看起來朱立倫是很強棒 朱立倫很強棒 其他人到底怎麼辦呢 如果朱立倫那麼強棒 吳敦義呢 那朱立倫呢 姜怡化呢 有沒有可能他們來結盟呢 等一下繼續討論 先休息這段時間 好 我看來 其實朱立倫 做新北市政委的時候 他就有備而來 想要選總統 他用那個什麼 侯友宜跟陳孫賢 我看起來就是有備而來 他即使想要藍綠通吃 當然藍綠通吃 是不是能通吃這個不曉得 但是 明鳳 他會找誰當副手 現在國民黨的人是推測很多 但是各方利益看法也不一樣 就馬英九的角度來講 他希望姜怡化 如果沒有栽培起來的時候 至少可以朱江沛 在早之前 他甚至講說 2016不是江朱沛 就是朱江沛 他現在已經修正了 變成朱江沛 江沛 江沛對他沒有加分 那個是在剛上任的時候 其實剛上任的時候 江沛並不弱 因為他是唯一當行政院長 民調還有上升的 因為陳聰當的時候是 當的時候是最高點 然後往下走 沒想到江沛出事了 不知道這次九月政政 也受到波及 所以江沛就整個下來 所以馬英九那邊才改口說 至少是朱江沛 但是一般人看起來是 他應該就會挑一位南部 而且是女性的 最常被國民黨提出來的人 就是黃明慧 現在嘉義市市長 而且又是副主席 可以南北互補 一男一女 一北一南 又是本性二性 對 然後可以搭配得很好 然後因為朱立倫他現在 他長期都在北部 所以他需要一個南部的人 當然現在又浮出一個人選 叫做王金平 因為王金平是 他本來是政治生涯 就是大概政治做完院長 他也準備要退休了 沒想到就要謝謝馬英九總統 就發動真正 死而復生 連余克里來台灣都安慰他說 你應該選總統 你民調有60幾% 總統只有9.2% 所以王金平變成又一個可能的人選 但是就朱立倫的備份跟角度來看 他可能會選擇一個比較 就是說可以配合他 然後行政上面 當然這就要看到 在兩年後他整個局勢的變化 有王金平未來自己在政壇上面的 一個佈局 我看朱黃沛是有點困難 對 王金平說 我就要趨機副總統 對 朱立倫做總統 他真的做副總統 朱立倫跟阿咪阿咪的條 這樣 可是朱黃沛對你來說 會不會其實是一個強棒 只要是朱立倫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挑戰 不好打 當然是不好打 重點是兩個關鍵 一個關鍵是馬英九八年的政績 民眾到時候要用什麼樣的投票方式 去肯定國民黨繼續執政 第二個是國民黨的黨產 這個有一個國民黨的高層 曾經跟我聊天的時候說 朱黃沛 你不能想說 我們現在做得不好 你不能看我們現在中部這麼不好 我們如果越不好的事 我們就比較用越大 越大爛 他都這樣說 你聽我聽不聽嗎 我們如果越不好的事 我們就用越大爛 所以說黨產不處理的話 2016黨產還是會成為國民黨 競選最大的工具 我們就是馬英九他的政績 顯然他是個包袱 目前看起來民進黨是有勝算 但是要步步為營 絕對要以民意結合 絕對要在這個國民黨 馬英九無靈的大萬職值 民進黨要穩紮穩打 要給民眾信息 你為什麼說明年去投就換人了 民進黨去投換人了 民進黨明年就是要當初設計算 當初設計算幾乎就可以確定 未來哪一個是太陽 有兩顆太陽 有一顆太陽會消失 當然 因為如果太陽 哪一顆會消失 那看誰嗎 看誰有沒有連任黨主席 仔細講嗎 仔細講哪一顆會消失 然後選黨主席哪一個人 如果不是進選總統或候選人 你們是希望總統可以當主席 如果候選人都先當主席 我們現在 入入新聞時事 否惜政治話題